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跟中国大陆打了一年多长时间的贸易战 终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了 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到底有没有意义 以及后续美中这两个国家长期的霸权争夺 全世界老大的地位 当然中国大陆一直在讲说 我无意要跟美国去争夺这个地位 但感觉起来美国是还蛮防他的 后续会怎么演变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华东大学 公共行政学系的荣誉教授高长高老师 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这两段时间有直播 所以听众们可以上YouTube 可以看到高老师 高老师在学界以及在政界 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 高老师曾经担任过国安会副秘书长 以及陆委会的副主任委员 所以光是看这两个title你就知道 其实高老师跟国安以及大陆事务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同时也是马前总统的很重要的幕僚跟顾问 这个据我所知 现在目前高老师是在华东大学任教 高老师写了一本书叫美中贸易战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高老师 就是从这本书来出发 这本书是由时报出版所出的 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完直播 你可以看到我手上拿这本书 就是高老师最新的立作 那谈的就是美中这两个国家 其实基本上我看了老师书中的内容 它其实基本上不是只有贸易战或是经济战 事实上就是一场霸权的竞争 是吗高老师 的确这个美中贸易战表面上是要处理贸易失衡 所谓贸易逆差的问题 但其实背后是一个霸权的竞争 不完全就是说中国的一个经济崛起 现在已经是全球是老二 对美国的经济霸权的地位 造成很大的一个挑战 实际上在贸易经济之外 另外一个科技的实力方面 中国大陆在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5G互联网 AI这方面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也领先了美国 所以美国感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把它形容叫做科技霸权的争夺 科技霸权争夺之外 事实上还有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在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然它的影响力越大 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种排挤的作用 对所以美国受到的压力就是特别大 对啊 所以川普就讲说要重新回到印太平洋嘛 对不对 对叫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啊 这个其实印太战略很明显的就是直指中国啊 是 那高老师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您怎么观察 因为最近美中两个国家 似乎啊稍微在这个贸易争端上面 或者说我们讲贸易战上面 稍微掩齐息鼓 有点明镜收兵的味道 是为什么呢 那以及达成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据说了 这个文本啊 这个有38页 那但是还没有公布出来整个文本 因为要等到明年的1月才会签署嘛 到时候全世界的人才会知道这个文本内容到底是什么 但据说现在目前传出来这个文本啊 这个厚达38页 可见里面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内容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较片段 以及比较笼统的一些内容 那就您 现在目前所得的资讯 您的观察 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为什么会达成呢 以及它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这个美中双方到底有赢有输吗 我想这个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是去年的7月嘛 对 事实上 对不起 美国在去年的4月就已经公布所谓301调查报告 没错 那就公布了一些清单 对 不过他经过两个月的所谓的类似公厅会的过程 那么才决定就是7月份正式公布那个制裁的清单 那我要讲的是说4月美国公布之后啊 公布那个301调查报告之后 在5月开始就正式的两国就开始正式的经贸的谈判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这个谈了大概十几个回合 十多回合 对那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有几次对外公布说我们就要达成协议了 比如说去年12月1号他们达成90天的一个缓冲 就是缓冲期 那么到今年的3月 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出来 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我去签协议 那么这一次会达成这个所谓第一阶段的签这个协议 我觉得啦 因为经过一年多下来 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感受到压力 好那再来就美国来讲 我宣布他马上就要选举了 所以他事实上这个他们整个国内对他的 这个这个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选举的压力 再来就是经济的压力 所以双方都说 好那是不是已经谈完的部分 我们就是第一阶段先签这个协议 所以我觉得签这个协议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 因为虽然双方对最初的坚持都各自让了一步 但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一步 那接下来后续的谈判可以有第二 可以有第三个阶段的一个协议的签署 那川普自认为他也是赢家 主要原因就是说 他对中国的这些要求 那中国大基本上大概都买了答案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中国大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比如说他公布了外商投资法 还有相关的一个市场准入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更多的开放 智慧产安全也做了一些 对保护的问题 他也做了一些动作 那所以川普他自认为是赢家 那这一次的话 他在这个第一阶段协议 目前他还没正式签 但是那个文本的内容 有一部分已经这个流出来了 那据我们的了解 就是他里面还有一个淡数 意思是说 中国大如果说在 这个第一份协议当中 所做的承诺没有去兑现的话 礼约机制 对对对 礼约机制 就是说川普他可以随时再恢复 就是这个协议就是作废 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 大概是这个意思 OK 对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有压力 所以他等于是说 已经谈完的部分 那就所以达成共识 就是说我们先签了 然后后续再继续谈 就是双方都感受到 经济下滑的压力 那再加上您刚刚分析 美国总统大选 毕竟 这个川普也有他在选举上的考量 那至于说 后续会怎么发展 大家很关心 就是说第一阶段协议签完之后 恐怕美中的真正的霸权的竞争 才要开始 因为就像您说 这个书上写的这个富标 这个美中贸易战 这个霸权的竞争 其实才刚开打 就第一阶段协议签了 那之后谈判又进入到深水区 我们常讲深水区 又涉及到更大的一个议题 或者是更难妥协的议题了 那您觉得后续会怎么演变呢 对 所谓深水区更大的问题 第一个在比如政府的补贴的问题 对 也是关于国技术移转的问题 对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就是中国大陆这边一直认为说 如果我按照你美国的要求这样去做的话 那我这个等于 没得混了 没得混 就是我的就侵犯了我的主权 我的内政的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 他针对这个执行的机制的问题 因为他过去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不良的记录 意思是说口头上做了很多承诺 但到最后也没有真的去落实 特别是川普指责最厉害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二十几年前 就是2001年加入WTO 中国做了很多承诺 可是这些承诺 你是给他做了一笔清算 就是了解他到底落实了多少 你会发现说很多都没有落实 所以为了这一点 川普也抱怨这个WTO说 你WTO 那你对中国做了这么多承诺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你也没有去惩罚他 对 所以诸如此类 那所以这是他的不良记录 那川普对这个部分 就是要求 就是一定要去 你要落实机制 否则的话 如何如何 就是要继续惩罚 可是这一次中国大陆也没有去做承诺 那这个还有再来一个就是技术 这移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未来 就是还会继续谈的 大概针对这些部分 但我看起来就是说 中国要在这些部分去做让步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容易 很困难 对 因为是会动摇 动摇他的国本 动摇政权 对 那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他们第一回合的 正式经贸谈判的时候 美国就曾经对中国提出八大诉求 对对对对 八大诉求就是我们所谓的要价清单 他要求中国要配合要做到这些 那好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谈判代表拿到这些 所谓八大诉求的清单回去就整理了一下 就把它整理成变142个项目 了解 那142项目呢 那这个后来他就这个公开的对美国这个回应 他说你提的这么多 但是这么140个项当中可以归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能做的 而且我马上做没有问题 第二大类呢 我可以做请你给我时间 我不是我现在没有马上没有办法马上做到 第三个部分很抱歉 我做不到 No way No way 这个因为你我都照你的意思做的话 就我的主权在哪 对 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了 甚至我听说他要派人派美国的美国的人进到中国大陆的国际央区去监督他的改革 对啊 事实上过去 这个怎么可能让他让他他怎么能能能放放过去这些年来 就是因为中国的货品在美国在国际市场上非常便宜 对 所以被质疑说你是剥削劳工 所以现在有关劳工劳资关系的问题 美国他们定期都有派人去去去访查 对 所以所以那个中国大陆算是让步了 就让我们去去检查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国企他们要派人员 美国要派人员去了解 对进住 那国企是跟外企又不一样 那名气跟国企两回事 对对对 那名气接受美国的监督跟茶厂那个很多了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我沃玛的生意 在反恐上面在劳工上面 我都要我都要派这个我在中国大陆的这些茶厂的公司 去到你的工厂去监查 这个我的朋友在中国大陆开工厂 他们也都是接受美国的这个规范 对对 不然的话我沃玛没有办法让你出货 那这个名气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央气跟国气那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他就叫社会主义公有制 对 的最基本的底线 就是那个是等于是国家的 对 对 这除国家的企业 你这个还要来清门踏户的 这个要来要来做这个 所谓所谓老检 什么什么检 检查 没错 当然他没办法接受 当然 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很难妥协吧 这个所以进入到深水期 才是真正问题的开始 所以我意思说可能中国大陆这边的态度就是 我用一个四个字的形容叫且战且走 但是该坚持的他们还是非常坚持 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很坚持 像刚刚讲就是政府补贴的问题 就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去支持特定的产业的发展的这个问题 中国大陆他也觉得他说我这个跟一般开发中国要没有什么良样 以前这个四小龙也是这么做 我也是这么做 那为什么你单独对我这样子 然后再说你美国你也是对你这个什么 军工产业 对军工产业那个那个叫做这个航空航天什么航太 你也做补贴 你也政府补贴 对不对 那你还还来指责我 所以这一点中国大陆是在我看来很难让步的 那你说技术移转的部分给他时间 或许他慢慢从制度上做一些改革 对不对 那他会做到 但是有关他们的一些产业政策的问题 这个有一句 有一句专门名叫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中国大陆这边还蛮坚持的 对因为这个结构性是涉及到共产党政权 对 以及他执政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这个央企国企 以及所谓国有银行金融业 真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基础 那如果这个部分真的要被美国给被改革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恐怕经过美国总统选完这一段 可能大家暂时掩旗席鼓的时间之后 2021年之后会不会打得更凶 以及美中的两国的霸权竞争 据高老师所写的是没有赢家 那苏家会不会是台湾呢 还是说台湾在中间可以捡到枪呢 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继续来访谈高长高老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完刚才高教授高老师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霸权竞争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单纯 它背后的结构因素非常的复杂 尤其是签了第一阶段协议 其实也不代表万事OK了 事实上就像老师这本书所写的 美中贸易战其实才刚刚开打 也就是说它是会一个非常长期的 美中两国的霸权的竞争 那当然高老师认为说 在这场竞争下面 这场斗争下面 中国大陆很喜欢讲斗争 共产党喜欢讲斗争 其实斗争是没有赢家的 这其实台湾在这个两大强权里面 夹在中间 到底我们会是赢家还是输家呢 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 其实老师在书上也有琢磨到 这本书是老师的最新立作 是时报出版所出版的 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书名 这个大家可以参看 老师那台湾呢 您觉得这个 既然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结构性问题 后面美中两国所涉及的是很复杂 而且是很难妥协的 那我很担心 我自己个人是有这种担心跟忧虑说 可能总统 美国总统大选前为了经济 为了选举暂时和缓一下 如果是川普当选了 那他其实没有连任压力了 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那他当然不可能会对 这个中国大陆放手 绝对不可能松手 那会不会在他的下一个四任 的这个四年的任期里面 打得更凶 而打得更难以 难分难解 跟这个不可开交呢 那台湾到时候怎么自处呢 是 我们台湾在全球的产业价值链当中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两个大国 美中这两个大国的贸易战 这有媒体形容说是两只大象在打架 对 或者说形容好一点的话 叫两只大象在跳舞 那这两只大象 这两个大国都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吵架的话没有赢家 那我们台湾夹在中间会是赢家吗 当然不会 所以当然这个这里面就有问题 那这个国际货币经济会有做一个研究 这个他说啊 这个台湾跟韩国可能是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的最大的输家 他的理由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全球价值链这个观点 因为这韩国跟我们都在这个价值链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这个贸易战一打的时候呢 这个价值链被破坏 整个所谓供应链 产业供应链就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可能从这个里面 就会遭到很大的一个伤害 但是就今年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有些叫转单效应 转单就是说 像特别是电子业 他原来在大陆生产 那他为了要规避美国这个关税的制裁 所以他就把这个单子就转回来台湾 所谓的去美化 对去美化 那所以你去看我们就今年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对美国的出口是两位数的成长 那对中国大陆当然是负成长 所以转单效应确实给台湾带来经济带来一些利多 那还有一些转投资的效应 就是说所谓的台商回牛 那据我们经济部的公布的资料 是说大概有7000亿台币这么多 就是承诺投资金额 承诺投资 当然它会分歧进来 那有很多就是说是原来的 这个生产线已经 就是不继续运作 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再回来再恢复 但不管怎么样 对台湾都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正面的意义 但问题是说这个转单的效应 跟转投资的效应能够持续多久 到底是不是长期的现象 这是我们关心的 当然我们现在 我看应该不会吧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它是不是一个长期 还是短期的 因为大陆的这些大厂 像华为中心 它终究要建立起 它自己在本土的供应链 对 但是也不要去忽视 就是说我们台商的这些业者 在不管是大陆 我们叫红色供应链当中的角色 或者在全球的供应链的角色 我们是很重要 但问题是说美中贸易战 它造成经济上的伤害 不只是美中两国 事实上是全球经济都被拖下水 所以最近陆陆续续 很多国际的机构 在做明年的经济预测来讲 大部分都是看淡的 大部分看淡 像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在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 它的经济一直往下掉 今年第三季变成六 现在他们就在讨论 中国大陆刚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在讨论说明年要保六 这个恐怕是不容易 最多只能保五 所以如果大陆经济不好的话 我们因为跟它经济关系这么密切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目前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虽然有受到冲击 但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平盘 在我看来就是要平盘 但是明年会是怎么样的 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 但我们还是希望说 美中贸易战能够早一点落幕 回归正常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大部分就是所谓外销导向 而且主要是美国市场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它前十大的对美国出口的业者 就贸易额最大的前十名 我们台商占了八家 前二十大的话我们占了十五家 所以这些台商在大陆投资 如果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的话 它回过头来一定是会冲击到台湾 所以我意思说 我们台湾经济受到的影响 它有直接的有间接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未来的前景 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会不会最终演变成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 我觉得目前主要是他们两国之间 最早到欧巴马 就是所谓的亚太 重返亚太 重返亚太 到现在印太战略 而且那时候他们就是要去 成立叫TPP 后来被川普废掉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从TPP 或者亚太战略 就是在要去围堵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后来才自己发展一个 叫做一带一路 这有点是相抗衡 但目前看来的话 就是说RCEP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东协这些国家 去签署所谓区域经济伙伴的问题 这也是对我们台湾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 构成很大的压力 好 其实老师没有很明确的回答我 到底我有去年生 不过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再请教老师来我们节目 那我们节目的回答我 明天有点好 就是这一段时间 来说我们节目的回答我 就要不想去 那么多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